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官员两岸企业界代表以及学者共聚一堂 破天荒的就两岸集贸议题展开圆桌论坛 而以马肖照片作为文宣封面的爱台车建设 成为会场最抢手的文宣成功炒起话题 我特别听到肖先生讲的那12下 我一边在听大家发言一边看着这12下 里面有很多我们大陆的学区投资 创与建设是很具有优势的 会场内两岸气氛融洽 不过会场外 台湾媒体对问国澳秘书处长龙永图 有没有媒体所报道 向万常用钱买台木低牌作为一事 却意外与媒体擦枪走火 不止这场意外 而圆桌论坛会议后 发给记者简体字的新闻通稿 却发现会议结论片面下了一宗原则下 建立沟通平台 这样的结论 肖岸长先进一步消毒 那个结论不是我们在研究论 你们都在场嘛 没有这个结论 谢谢 可是他们发的新闻稿是这样写的 那个新闻稿不是经过我们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新闻稿 至少我们的结论你们都在场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崩开就是这样 国澳论坛为两岸交流开启了新的契机 不过就在会议画下完美据点的同时 在会议的会场却看到了这样的新闻稿 重新提出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原则 而这样的字眼会不会对好不容易 双方释出善意的两岸关系 再度掀起波澜 相当值得关注 以上是公事记者 而在今天稍早呢 萧万常也和美国前国务卿鲍尔会面 并且当面邀请他来台湾参加520的就职典礼 而在台湾的总统当选人马英九呢 今天则是取消了原本预定要举行的香港媒体 共同采访记者会 他这么做就是希望等萧万常回国之后 明天下午马萧两个人在一起主持记者会 接受媒体的采访 萧万常这历史性的会谈 不只开创两岸新的契机 也牵动台美中心的发展 13号上午萧万常特别安排于 美国前国务卿鲍尔会面 就台美关系交换意见 包尔强调对于马英九的新政府有信心 萧万常也当面邀请 希望包尔能够来参加马英九的520就职典礼 我当然也借这个机会 所以代表马总统当选人 邀请他参加我们的就职 那么他也表示说他要时间上去 回去去看看 如果他时间允许的话 他当然络以去参加 那么假如没有的话 我们也欢迎他 随时再到台湾去 再去访问 不过人在台北的准总统马英九 原本上午11点安排要接受香港媒体的共同访问 不过就在开始前的半个小时 马萧办公室却突然宣布取消 原因是马英九要等萧万常回来 再一起开记者会对外说明 萧先生的国豪的行程还没结束 那所以今天可能并不是很恰当的时间点 所以等到明天的话 我们会安排马先生跟萧先生 一起来就是来主持记者会 对这突如其来的取消 香港以及国内媒体都很讶异 马萧发言人表示 如果这时候举行记者会 焦点势必在博鳌论坛的小胡会上 既然如此 还是等萧万常回来后 再共同对外说明比较好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